2013年10月 电影特殊身份上映 由甄子丹 景田 张涵宇 安芝杰等领先主演 但仿佛大家的注意力 依然还在那场堪比好莱坞大片的 隔空马战上 诗形式 电影原定主演为赵文卓 甄子丹 后来赵文卓北单方面简约 至于原因 我们不得而知 而后的事件也变得扑朔迷离 先是媒体报道一方说是 甄擅自修改剧本 是赵优主演变配角 一方说赵耍大牌 这个东西我想说不是我耍大牌 是另有七人在耍大牌 是甄子丹改了剧本 他不止耍大牌 不经过别人的同意改剧本 而且把这个 停工十几天 这个罪货转到我的头上 最后把我提出去 接着是两边粉丝的口水战 随后各路明星也加入其中 如书琪锦衣说了声支持真 便遭到跑轰 最后气得清空微薄 情况愈言愈烈 两方只能尽量把事情按压下来 最终也没有给出真相 没有赢家对参与的所有人都是一种损失 所以说吃瓜有风险 为官需谨慎 谁又能知道哪天会不会战火 蔓延到你的身边呢 这里是秘境寻踪迹 我们不做娱乐八卦 只做历史的进入者 本家境就带大家聊聊 李连杰接班人赵文卓 赵文卓生于1972年 从小新舞 1990年便获得全国少年锦标赛冠军 91年获得全国武术冠军 虽容易加深 但也就做个武术教练 93年由香港导演袁奎指导 李连杰主演的功夫皇帝方世玉开拍 一次意外 赵文卓迎来的人生转折 电影开拍在即 而饰演重要角色 九门体督二耳朵的演员 却突然疾病 无法出演 于是 袁奎决定到北京体育大学海选 对于武术系学生来说 能和当红巨星李连杰搭戏 想想都美之疯狂 赵文卓因形象叫好 拳脚出众获选 电影拍摄期间 毕竟初次接触演艺界 功夫不错 却始终无法演出 恶耳朵的阴险 再加上导演建议说 你要斜着眼睛看人 然后这个眼底呢 故意拿那红色的颜料 给画得红一点 就拍特写的感觉 这个人特别斜 有斜气 又高又邪气 因为他算是九门梯都 九门梯都算是个大官 戏下赵文卓追着老演员 虚心请教表演技巧 勤奋刻苦 态度签功 很快就得到剧作的一致称赞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在首部电影刚刚拍摄完 便迎来了自己的成名之作 黄飞鸿之王者之风 黄飞鸿系列却由李连杰主演 而第四部拍摄时 李连杰却与家和公司解约 由于拍摄剧组与方式玉剧组相邻 导演徐克一眼就相中了新人赵文卓 立即拍摄 让他出演新版黄飞鸿 剧中 相比于李连杰的黄飞鸿 赵文卓更多了自信文件的气质 少了几分腼腆 黄飞鸿和方式玉这两部戏的电影 当年的影响力 是打劫小巷 凤柔皆知 这个功夫过瘾 外形俱冷的小伙子 更成了吴侠迷心目当中 李连杰接班人的博尔人选 93年 在徐克导演最具颠覆性的作品 《轻舍》中 饰演了全新定义的法海 该片获得第13节 香港金像奖三项提名 片中 赵文卓与张曼玉 王祖贤两位影后的标写 至今仍被影迷津津乐道 94年 与张国荣共同出演年度贺岁大片 《卖汉全席》 打造港式美食片的巅峰之作 2000年 香港营业大不如前 赵文卓开始转转内地电视剧 想必90后的朋友们都还记得 那个英姿萨爽的聂峰吧 02年 赵文卓和论东主演的古装玄幻武侠剧 《风云雄霸天笑》 这部剧在当时制作精良 阵容强盗 宏极一时 想想那时候 一到点抱着小板凳 几个小伙伴围坐一起追剧的场景 就感慨万分 谁心中还没点武侠梦呢 出道即是巅峰 然而为何现在反而不温不火了呢 94年 因满汉全席结识张国荣 在一次聚会中 认识当红女星梅艳芳 两人不久便确定了恋爱关系 然而已经曝光 便包吹非议 在那些娱乐八卦记者眼中 赵文卓不过是想来香港发展内地载 两人相恋 无非是妄图借助梅艳芳天后的名气 出头而已 最终 两人难敌媒体舆论和平分手 03年 梅艳芳住院 由于赵文卓没有出现 再次受到媒体指责 面对这样的报道 赵文卓并未回应 原本就是让人害怕再受困扰 梅艳芳拒绝赵文卓的态势 后来 赵文卓现身梅艳芳的丧礼上 线上花篮上写着 此生至矮 一路走好 再加上13年 被剧组以耍大牌解约 更是让他名气一落千丈 至此退出巨星行列 不知是刻意消瘾 还是什么 即便赵文卓现在一直奋斗在电影一线 却依旧不弯不火 再能引起人们关注 现在 沦为拍王军 当了解到这里 阿静不禁感叹 社会舆论真的是太可怕了 可能无心的几句话 便能改变一个人命运 出道即是巅峰 而今沦为拍王军 你是否也同阿静一样 为文卓大哥感到惋惜呢 到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